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每周3月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有什么劲爆消息吧 第一则消息 Biatte Dauphin海豚正式在大马发布 这款B-Segment的Hashback 确认将在7月28日正式在大马发布 而我们预计它的售价将会落在100千码币左右 有望成为大马最便宜的电动车之一 它在定位上和Proton MyE一样是属于B-Segment的Hashback 不过整体的车身尺码和轴距都比MyE大上了一圈 甚至是已经直逼C-Segment了 而它在我国最接近的对手就是Aura Gridcat 这款车在中国有标准续航板和长续航板 它们都是采用了前置单电器布局 并且是使用Biatte著名的刀片电池 只不过是采用了容量不同的电池组 还有不同的动力输出 而早前泰国版发布的时候也是直接推出两个版本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大马版也是一样 这里附上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更容易对比两者不同版本的区别 另外悄悄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早前就已经受到比亚迪的邀请 前往深圳的时候就已经有试驾过这款车了 不过由于保密协议的关系 我们目前还不能释放出更多详情 不过大家记得留守我们 只要有什么新的消息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第二则新闻 Tesla Model Y 起步售价比原产地美国还要更便宜 就在昨天大马特斯拉 无预警的在本地的官网上线了 价格公布之后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及讨论度 而且这一次的Tesla Model Y 在本地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心 不仅比起泰国更便宜 甚至比原产地美国的价格来得更低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我国的Model Y 是从什么国家进口 但是考虑到运输的成本以及交付的时间 所以我们相信 本地的车款将会是由上海的超级工厂而来 而且时间线定于2024年初 预计我国引进的车型很有可能是传闻中的小改款车型 本地的Model Y和其他市场一样提供了三个车型 分别是Standard Long Range 还有Performance版本 纯确以价格来讲 本地的Model Y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就算是跟邻国泰国相比 我们的价格也是便宜很多 因为泰国版本的Standard车型 换算回来马币差不多就已经是256,584块 这个价格甚至在本地是可以买到Long Range的版本 还有找潜艇 有时可见 Tesla这次在本地的市场很有诚意 而且我们知道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在抢订车子了 那么Tesla未来会不会成为马来西亚最畅销的电动车呢 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个消息 Proton X70小改款的 路车叠照被捕获 从网友拍到的这张叠照中 可以看到这辆测试车的前后保险杆 都布满了伪装贴纸 而结合之前的传闻 是表示它将会换上和中国版的博越Pro一样的保险钢设计 但是水箱护罩则 则是会维持Proton自己的设计元素 据悉将会换成和X90一样的新芒水箱护罩的家族式设计 并且头灯组的设计也会有所改变 整体的设计将会和现款的车型不同 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有关内饰的一些细节 但是原厂估计会把它升级成X90一样的中控触屏主机 这个主机在X90上它的尺寸是12.3寸 另外它也配有原厂最新的Atlas OS的操作系统 在里面内置了一个名为Air Store的Apps 你可以在主机内下载部分软件 整体使用上会更加的智能 另外在引擎的部分 预计还是保留会现有的1.8L TGDI引擎 还有1.5L TGDI引擎 前者引擎输出为181HP加300Nm 后者引擎输出为174HP和255Nm 另外因为原厂积极推动气动化车型 在X90身上的那颗1.5L TGDI加48W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也有望可以搭载在X70上 它有着将近187HP加300Nm的动力输出 最后目前这款车才刚现身测试 具体什么时候会发布还不清楚 预计小该款X70的发布时间 很有可能是说在2024年年初 不过也不排除会抢在今年抢线发布 那么大家期待这款车的到来吗? 第四则消息 传闻MG明觉的汽车很有可能进驻大马 而且是由Berjaya集团作为总代理 大家可能对MG明觉这个品牌并不是很熟悉 不过他们的来头其实并不小 因为有着近百年的历史 成立于1924年的MG 原本是英国的品牌 但是在2005年 MG就被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收购 因此这家公司 其实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是一家来自中国的汽车品牌 其实MG近几年来 在东南亚市场已经是拥有一定的规模了 因为他们和泰国政大集团有合作关系 在泰国设立生产线 借此就成功帮助MG在泰国的市场站稳的正脚 更是列为泰国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销量比Suzuki还有Chevlet还要更高 其中有一款B-Segment Sedan 也就是这个MG5 在泰国市场非常受欢迎 销量和Nissan Armira接近 是当地B-Segment Sedan中销量第四车款 甚至比起Masta2 Sedan更好 加上他们在泰国的市场 占有右驾车型的生产线 因此要进军其他右驾的东南亚市场 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这一次聚集原厂将会和本地著名企业 Bajaya集团合作 由他们作为总代理 在我国销售MG这车款 聚集他们的策略会和早前进军我国的 比亚迪和GWM一样 专注于新人员车款 也就是电动车 最后目前这个消息还是处于传闻阶段 但是好消息是传闻还将在今年内会来到我国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期待的 毕竟有更多的品牌注入本地市场 就会形成更大的竞争 最终获利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有什么想法 不妨留言一起交流意见 最后一节新闻 传闻VPCM打算把 VW GOLF R CKD本地组装 根据部分VW的销售人在网上公布的消息 他们目前已经开始接受GOLF R CKD版本的订单 也就是说之后 原厂将会为这个车型推出CKD的本地组装 而这也是这一代GOLF R 除了德国以外 第一条的海外生产线 全新一代的GOLF R 也就是在去年的2月份登陆我国 并且当时原厂 是想要这款车可以抢占马来西亚市场 当时不只是普通的R-Line在我国CKD 就连GTI车型也是首次在我国CKD本地组装 只有最顶级的GOLF R 是从德国工厂生产后 CPU整装进口到我国翻售 之后由于R-Line在本地的销售 表现不如预期 所以原厂就在今年3月份左右的时间 把这个车型从官网上下架了 同时也代表着它正式被停售 那在这个车型在我国被停售后 相信原厂原先为它预留的生产线配额 也一并被腾空了 因此原厂可能为了填补空缺 就打算找来顶及GOLF R车型 顶替它的空缺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目前GOLF R在本地的售价 是卖着429,990块起 那么大家觉得CKD版本 组装后 价格会便宜多少呢 大家一起留言告诉我 好 那么本期的节目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